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8号 然后今天是 进了一个周一了 是从我受伤的 第二个周一 上周虽然申请了work from home 但实际上没有做那么大度的工作 然后这周的话 周三是要准备去 医院看一下 之前预约的 对就是第一天 治疗的时候去哪个医院 给我预约的 这周三的一个门者 然后 去医院再看一下什么情况 这边的我附近的这个医院的话 因为他今天在我发消息 是要遇到二十六号 所以等下周我对象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再去 附近这个医院 然后想尽快的 得到一个治疗 因为我怕这个脱太久 他骨头 长激情啊 然后 对这看效率是真的非常慢 然后今天是 周一要想到要一会去办公室 坐一会儿 待不太久 然后洗了个脸自己 那稍微打断稍微收拾一下 但是 不能洗头了 因为坐手不能动 现在的话 感觉疼痛感比之前要好一点 但是我去医院的话 就这边医生啊 他非常的慢 然后如果你 如果你觉得就是让他觉得不醒气的话 或者你自己 就如果可能不说的严重一点 他就不会给你治疗 或者会脱很久 然后非常的无语做手 嗯 对说此之外的话 对我今天 是继续吃安心午餐 然后还有 这是我等一下给我做的一个午餐 然后还有 还有之前炒的一份这个 牛肉啊 然后的话 一会儿看一下 看一下怎么去宣誓 然后去坐校车 但是我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说实话 离去了也不会待太久 因为 人生这个 胳膊 受伤了也不能做太多 做太多事情 干爽 然后 希望尽快的好下吧 对 这个 这之外可能会有一个面试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准备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吃饭了 拜拜